近日 教育部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联合印发了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 对2019年实施的评审暂行办法进行修订 更加突出技能导向 国家急需 本次印发的评审办法是对2019年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评审暂行办法的修订 此次修订主要有三点变化 一是更加突出技能导向 要求各地各校在评选中优先推选参加技能竞赛并获奖的学生 并增加技能竞赛奖项 将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作为国际性技能竞赛奖项纳入评审 二是倾斜支持人才紧缺专业 终止国家奖学金对倾斜业范围做出调整 将养老改为康养 并增加托育和护理两个专业 体现国家对发展人才紧缺专业的支持 三是明确强调 使用国家奖学金评审系统 各地各校要通过系统报送评审结果 2019年秋季学期起 我国设立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 用于奖励中等职业学校韩技工学校全日制在校生中特别优秀的学生 终止国家奖学金每学年评审一次 由中央财政出资1.2亿元 奖励2万名学生 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6000元